我们来看看今天澳大利亚各地新冠疫情的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新增了7个病例 这个数字使得他过去14天的平均新增降到了4.6个 但是未知来源的病例依然有9个 好消息是没有死亡病例 14天新增平均病例降到了5个以下 但是未知来源的病例是9个 还没有达到目标 其他州没有新增病例 除了新奈威尔市的7个海外归来的病例 本来大家都期待着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州长会宣布下一步的解禁计划 但是州长非常遗憾的说 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 他说要等到北区集群传染那几万个化验的结果出来 确认没有进一步传染的风险 才能够做下一步的决定 这个结果要到下个星期的二或星期三才能公布 今天新增的7个病例 有4个来自于墨尔本的北区 这是目前墨尔本活跃病例群体最大的一个 其中三个来自位于East Preston的伊斯兰高中 还有一个来自于Nouscott Preston的特教学校 最后关于维多利亚州新冠疫情爆发的地点 和感染人的出没过的地点 大家可以去州卫生部的网站查看 做到出行游戏 感谢观看